早上到桃園中立 所以本來早上應該過了 剛剛就覺得這個會議很重要 就趕過來 我現在有點建議是覺得 是不是能夠把範圍擴大到中國大陸那邊 因為坦白講 現在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一個地方 他們的光明素養也是期待提升 所以如果說我們能夠發覺 在中國大陸那邊的一些環境議題也好 人權議題也好 其實這個是我們NGO應該是 最值得開發的一個 就是最值得我們去發展的一個面向 就是說比較建議這樣 就是不要侷限在只有台灣 因為兩岸現在是互動很頻繁 像中國大陸這邊我們在一般媒體來講 它是新聞封鎖得很嚴重 所以在真實中國這個部分的呈現 其實是必須要靠公民記者 大家能夠透過我們這樣子的平台整合 把一個真實的中國問題 能夠在一個自由國家的這個部分 讓提醒大家然後能夠看到 像比如說像大紀元 因為我們一直在做這個部分 然後同時我們在那邊有很多 我們地方的公民記者會提供一些真實中國的新聞給我們 那所以我們在有關於法輪功新聞的報導 還有就是中共這個活摘器官的這個部分呢 是其他媒體都不報的 那就像那個紀小姐講的 最悲情的沒有人看 最悲情的沒有人看 那所以這個是最悲情的東西 但是它是最真實的 那我們怎麼樣子讓大家 能夠關注到這樣一個 本世紀最邪惡的一個 一個人權迫害的一個問題 那這是NGO我覺得 是無可逃避的一個責任 那我建議這樣子一個人 那全世界只要有公民記者都可以 因為國外就有公民 國際的公民記者連線 包括我說過那個 我有聽到像美國有一些報紙都已經 有一版都是給公民記者去用的 全部都是新聞都是在地化的 那所以我想這是一個趨勢 你可以看到就是全世界 包括最近那個像去年 幾年前那個藍牙海嘯 那都不是主流媒體拍得到的 全部都是我們用手機 什麼直播所產生的 所以包括911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惜 是非常可惜的 那只是說它是一個 怎麼樣發展我們還在摸索當中 剛剛在談其實 最新公民新聞應該是 韓國的All My News 大家應該今天早上有聽吧 今天早上還沒談到這個 沒有 其實韓國的All My News 它就是發展 它的發起就是 它的理念就是要讓公民自己來寫新聞 那到今天他們的發展也是很不錯 甚至日本也希望他們去分享 也希望發展 那那個在兩年前三年前 我跟朱立熙還有家莊風家 我們都有到日本去 也到韓國去看這個All My News 也訪問他們的報社的負責人 那回來之後公視就發展了這個Pepper網站 那也開始台灣做這樣的一個公民新聞的一個開始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在這個最後的中等座台 我覺得是兩件事 一個是公民記者 一個是在講通訊社 我覺得這兩個是非常不同的 那怎麼樣把兩個能夠 combine 起來 又達到我們的理想 我覺得這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大家需要再多去討論 因為公民記者其實它需要有一個平台 而且這個平台是可以給大家去發揮的 那這個平台目前我是覺得公視做得還不錯 只是我不曉得公視未來董事會 是不是會繼續支持這樣的Pepper網站 那如果沒有我會覺得很可惜很可惜 那這個平台如果說可以的話 其實現在我就看到每一個人都自己有墮落格 自己有臉書 大家都很喜歡寫東西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如果再配合你剛剛講的那個衛星定位 那種能夠這樣的即時傳送 其實它的POW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但是如果又要變成所謂的NGO的中央通訊社 我覺得那個又是非常不同的一種性質 因為NGO的中央通訊社它並不能取代 現在所有的人的電子報 也不可能去取代大家的網頁 我覺得是不可能 不是NGO是公民公民 沒有公民記者是公民記者 所以你要叫一個公民的NGO 我們叫台灣公民新聞通訊社 台灣公民通訊社 公民新聞 公民新聞 所以並不是NGO的一個 不是NGO是 好 公民新聞的通訊社 好 這個 因為我不曉得這樣的一個通訊社 它變成是 都是要以公民記者為主體的 那這樣子的話跟NGO的需求可能還是有 沒有 NGO也是公民新聞的一環 等於說我們認為 因為我們認為啦 就我個人覺得 下一波 就是說現在啦 民間團體自己就是要生產新聞 它自己要製作新聞 已經變成說 你沒有辦法靠主流媒體 不 傳統媒體去發展 你必須要靠自己發展 出自己的媒體的網絡 所以為什麼個人部落格會那麼夯 為什麼現在很多的那個新聞 都要從部落格裡面去用 就是因為那個這個改變 所以我說的台灣公民新聞通訊社 就是說它就是集結了你想成為 因為台灣公民新聞通訊社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公民記者的代理人 然後在公民記者裡面還包含 我們一般公民 NGO 還有呢就是失業的媒體的 或者是說它獨立媒體的 它都涵蓋進來 這樣一個理念 那種話講說 那個就是說 這樣一個公民通訊社 因為剛剛就是那個病原 那個洪建聯基金會病原 就是他問到說 那跟Peple這些有種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說 這是一種 就是說它一方面是像 中勳講的一個代理 或是說經濟的角色 但是一方面也是一個品牌的角色 就是說公民媒體 如果說要逐漸的公民記者的報導 逐漸的要獲得主流世界的重視 或是說信任的話 其實也不是說完全自己做 就是說 照公民 照中勳的講法 作為經濟的角色 它其實為什麼需要經濟 為什麼需要代理 其實就是說 還是需要某些媒合 去跟主流媒體做接回 所以說 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個公民記者通訊社 它等於就是一個品牌 等於說它是一個公稿來源 就像剛剛中心講 在任何的新聞台 都有一個 它列了很多中央社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等等 它也可以列一個公民新聞社 然後就說 這樣的東西 簡正叫台新社 台公社 台新社 台新社 類似這樣的 那這樣子其實 它跟table很不一樣 就是說 等於說這些 台新社裡面的新聞 都是一個 就是說 真的是很 很符合新聞的這樣的 新聞的準則 就是說 其實啊 主流媒體 雖然現在失靈 但是其實他們以前所受的信用是架構 其實都 就是說 他們有關於一些新聞寫作的 那種學術倫理或是原則等等 並不是說完全就不適用 還是有一些必須去遵循 讓這些他們的內容材料成為 不夠受信任的東西 所以啊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結合的角色的話 其實公民新聞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好的 我簡單的講 它就是結合 它的來源就是獨立媒體人跟公民跟NGO 然後呢 獨立媒體人就是一群志工提供的是 專業的新聞訓練 那公民呢就是它在地化 很在地很logo在地化 那NGO提供的是專業的知識 所以它這個就結合了又在地 又專業又有知識性的一個新的媒體 那這樣可以也算是一群 有志於那個NGO也好 或者公民或者媒體人 它有一個全性的發生的平台 那這個代理人啊 就是你所講的 它就是跟主流媒體 跟找到一些好的 有健康的一些進步性的媒體 跟他們做 所以它跟People新聞它是一個平台 所以這個台灣新聞公民通訊社的新聞 也是為了People新聞錄出 都是一樣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